就是別人對你以讀不回 還是不讀不回 哪個比較討厭 我覺得不讀不回我會更生氣一點 我是兩個都滿討厭的 以讀不回 不讀不回 因為我會覺得 你怎麼可能沒用手機 安安安安安安 以讀不回跟不讀不回 你比較討厭哪一個 但不管是哪一個啊 偷看一下不留紀錄 應該是很多人會選擇的做法 iPhone是直接長安預覽 就可以偷看內容 那今天最急要來找 三星手機的偷看辦法 不要再說我亂買了 我都是用Shotbag 只需要多一個步驟 就可以賺取更多現金回饋喔 只要在Shotbag裡面 找到你想要的平台 接著跟平常一樣 選購下單 更不盡就出現在Shotbag首頁 偷偷跟你們說 科技產品的回饋都很有感 不只3C 生活 運動 旅遊平台 也都有喔 郊外送 買賽喔 立即透過資訊欄連結 註冊Shotbag 再賺100元獎勵金 首先呢 你要去三星專屬的應用商店 下載一個APP 它就是Notification Edge 去借一下我們家Helie 剛換的熱騰騰Z Flip 3 5G 黃色很可愛耶 提醒大家一定要到 三星的應用商店來下載喔 搜尋Notification Edge 然後安裝它 喔 就可以看到Notification Edge 已經新增到它的側邊欄感應區了 然後 有一個Setting 點進去 就把Notification Edge 通知存取 打開 允許 好回到桌面 我們來開啟側邊欄的感應 這邊可以進 Edge的設定 然後這裡有一個Application 點進去 這裡你就可以選擇就是 你想要在你的側邊欄 顯示哪些平台的訊息 我們把Line Messenger勾起來 設定是很簡單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怎麼樣偷看 好那現在有人傳訊息給你了 你就可以拉開你的側邊欄 訊息就會出現在這裡 它會按照時序來 那貼圖的話 它不會顯示那個圖案 它就會顯示傳送的貼圖 那如果是長文章的話呢 它會顯示大概 三四堂左右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那整篇文章看完 你還是得點進去看 那有個地方蠻有趣的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訊息進來嗎 你點進去 它會進Line的頁面 可是它不會已讀喔 實際的使用上呢 就是偶爾會有漏瞬息的狀況 一個禮拜大概一兩則 就是不影響整體的使用體驗 那哪些三星手機能用呢 我們自己實測一輪 就是 絕大多數的旗艦機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還是有看到一些 三星的使用者 就是回報他沒有辦法 就是使用這個偷看功能 可以先建議你 就是檢查這些事情 第一個是你有沒有更新的手機版本 第二個是你的側螢幕面板有沒有打開 第三呢去看一下就是你的隱私設定有沒有允許 如果這些你都做完了 還是沒辦法使用的話 請你在我們的影片留言 你的手機型號 造福一下 就是其他的三星使用者 謝謝 那其他安裝的手機怎麼辦 嗯其實它還是有APP可以用啦 搜尋一下就會查到 已讀不回神器 或已讀不回助理 這類的APP 但老實說呢 我不是很信任這類型的APP 你想想你的訊息已經被讓你看到了 然後你還要把你的訊息 再被這些已讀不回神器再看一次 因為你要先授權他可以看 他才能夠讓你先偷瞄買 開發這些APP的公司資料也比較少 就是他的網頁連過去 可能只是關宣一些一次權的設定 或者是連到一個 看起來很久沒用的臉書粉專 I don't trust them 但這就是個人的選擇啊 我自己是用手機的手機 所以我選擇了 已讀認真回 我們去看一下別人怎麼想 走 我要來問巧克 好在用LINE的時候啊 別人對你 已讀不回或者是不讀不回 你比較討厭哪一個 這兩個都滿討厭的 兩個都討厭 你選一個 我傳信仪給你就是馬上就給我回 應該是已讀不回 對我不喜歡已讀不回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已經看到了 你就是多少給我一點回應吧 你是討厭我嗎 為什麼不回 對這樣 不讀不回你OK喔 不讀不回 看事情的重要性 如果今天那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必須要他馬上回我的話 我就會要嘛 就再安安安安安安 或是就打給他 因為既然是急事嘛 我就直接打電話也OK啊 那你會先偷瞄一下訊息嗎 就是什麼 長按偷看 會啊 哈哈哈哈 那家都壞 我還為了這個功能去買新手機 居然 為什麼 因為要長壓 對因為舊的手機沒有這個功能 我就是買了一個有這個功能的手機 這就是iPhone強迫大家換手機的一個辦法 好我現在要來問陸奈 就是在用LINE的時候啊 就是你覺得以讀不回 別人對你以讀不回 或不讀不回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討厭 不讀不回 為什麼 因為不讀不回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啊 以讀不回可能是已經看到了 因為我有時候會以讀不回 因為我會看了之後我忘記回 但我並不代表我不想回 所以我覺得以讀不回不會討厭 不讀不回就是 你就連我的訊息 就不想看嘛 你討厭我嘛 哈哈哈哈 有發生這樣的狀況過嗎 有有 然後我就想 我應該是被封鎖了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怎麼對別人呢 我會以讀 然後我就不回 不錯不錯 是以讀不回派的 就是起碼你沒有不讀嘛 對 我告訴你 我看完你的訊息了 可是我就是不想回 好我現在要問林景 我問你喔 用LINE的時候 就是別人對你以讀不回 還是不讀不回 哪個比較討厭 我覺得不讀不回 我會更生氣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 你這樣可能沒用手機 那你以讀代表你看過 好啊 那我就知道你看過 但是你不讀不回 那你從我生命中消失好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是這派的 那你自己是怎麼對別人的 我是怎麼對別人的 我通常都會 蠻快回訊息的耶 但不到秒回 可是就是 我今天的訊息 一定會回復回去 嗯 你每天都會把訊息清完嗎 對對 因為我有那個 紅點焦慮症 好啊 來問Hanley 別人就是對你以讀不回 不讀不回 你比較討厭哪一個 不讀不回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不讀不回 手機壞掉 還是很忙 所以以讀你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 就是想說 喔他看過了 看過了 以讀 嗯 OK這樣 嗯 是你用 耶 哇 問你 就是在用Line的時候啊 別人對你就是以讀不回 或者是不讀不回 你比較討厭哪一個 以讀不回 哦 讀不回 為什麼 就他都已經看到了 他為什麼不回話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沒禮貌 大不了就不要看嘛 這樣我就覺得 喔好吧 那你可能真的很忙 我沒看 可是你都已經打開了 然後以讀了 然後不回話 那是什麼意思 對啊 哦 最理由是 討厭以讀不回 那你怎麼對別人 你會以讀不回別人的訊息 沒有 還是不讀不回 我就不讀 他不是可以這樣點開 然後看他留什麼嗎 如果我不想回他 我就不會把他看 偷看牌的 有時候就會把他刪掉 蛤 怎麼回事 就是不想回就直接刪 他就從此都看不到我以讀 這樣子 超 好 激烈的作法 好 聽完大家的想法 那你自己呢 你比較討厭以讀不回還是不讀不回 留言給我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有包括錄到三星手機的使用者 可以偷看一下LINE訊息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